姚子金凭借自己的手段成功站稳 用很短的时间达到别人十几年达不到的位置 被从小再养大的孩子果然不一样 连张皇后的母亲都说过 老人家心里即便有自己的三姐 她对姚子金还是很好 张皇后也是一个聪明人 姚子金这样的人不能成对手 朱瞻基的心已经被拿捏住 张皇后已经越来越像一位皇后并非妻子 朱高志对她的情谊已经慢慢消失 原来张皇后也逃不过大多数人的命运 她对胡善祥更多的是建议 本来选政的人不是她 胡家就手脚 加上朱莉的猜忌 朱瞻基娶了祥瑞一般的女子 姚子金出生并不高 却是张皇后家的人 他们之间并没有争锋相对 相反打压下姚子金更加出色 胡善祥的位置不能动 太子平的位置还是可以 姚子金却不乐意 她爱慕朱瞻基是肯定的事情 想要在一起是很正常 不过之前还是被后宫中的悲剧刺激到 郭贵妃见证过庄妃 逼着殉葬后 瞬间开始同情自己的未来 殉不殉葬都是鱼句话的事 郭贵妃在贵妃的位置上 就没有决定权 朱瞻基的太子之位不会轻易动 她才开始炮轰张皇后跟朱瞻基 聪明的女人都知道怎么做 更何况姚子金这么聪明的人 庄妃的事情她亲身经历 郭贵妃被吓到难道她没有吗 成为太子平后 未来也是后妃 自己的命运就不掌控在自己手里 张皇后没打算放过姚子金 聪明人就跟聪明人说话 张皇后 朱瞻基 姚子金都是狐狸的存在 胡上强才是最欣然 她大度的过分 姚子金成为太子平后 朱瞻基爱情丰盛的同时 事业不顺 朱高痴对这个儿子的不满 越来越伤 过于优秀的人 是自己的儿子也会嫉妒 面对这样的情况 张皇后他们更是惊心谋怀 一年多后 朱瞻基就登基为皇 没想到姚子金 却一句道破张皇后心灵 两个人都是千年的狐狸 共同利益就是助瞻基 姚子金跟助瞻基 更是狼狈为奸 朱高痴病史 宠妃全部顺藏 胡上强得精呆 后宫一下子都清理干净 唯一的太后 只有从前的张皇后 这样才是掌控朝堂的 另一种方式 毕竟后宫跟前兆之间 从来都是密切相关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不厌的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关注一条龙 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